由杨子和诚意主演的陈湘如蟹已经进入开拍阶段了 相信很多观众对于这部剧都是非常期待的 就目前,杨子的几部剧都处于停滞状态 而陈湘如蟹会迅速播放的概率还是很大的 先不说别的,就陈湘如蟹的剧作题材来说 仙侠剧是杨子擅长的领域 伴随着杨子的妄夫体制 相信陈湘如蟹也一定会大火 这一次,在陈湘如蟹中与杨子组CP的 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陈毅 曾在2020年中仙侠剧《琉璃》里出演男主 当然,这次陈毅和杨子的这对组合 还是有很多网友看好的 虽然该剧正在拍摄阶段 但是从路透照中来看 仍旧能看到不少惊喜的 在《陈湘如蟹》这部剧中 与以往不同 陈毅是一人分饰两个角色 从官方公布的剧照来看 他扮演的唐周 也是属于冷酷类型的 只是气质会显得比较清凉 在新疆拍摄的时候 陈毅白发白衣 看起来还是很有仙气风范的 不仅皮肤白净 在没有使用滤镜的情况下 五官也很立体 简直没得挑 大家都知道 在新疆这个地区 那叫一个艳阳高照 诚然 在拍摄过程中 诚意也是很注重防晒的 只要拍摄收场后 诚意都会第一时间戴上墨镜和口罩 撑起遮阳伞 从路透图中 我们也可以看出 剧组在道具方面也是下了功夫的 单单是这次在新疆拍摄时 诚意就有多套衣服进行人物切换 不仅仅有战神的盔甲装束 还有一整装的白色和黑色长袍 当然在这次新疆拍摄中 诚意还有一席的红衣古装装束 这是在拍摄后期伏法以后的戏了 但无论是哪一种搭配 无疑都扩大了诚意的上风 当然就目前的仙侠剧而言 红色古装都有一个特点 不是入魔就是具有攻击性 而诚意的这身红装也是一样的 出演的角色也是更有攻击性的 但同时这身装束 也让诚意的皮肤显得更加白净 更让她的荷尔蒙爆棚 当然在剧中除了诚意之外 其他角色的扮演者也一样出众 就好比张瑞 在这部剧中张瑞扮演的是鱼墨 在呈现如械中鱼墨的性格设定是比较沉稳的类型 而且深色的这一打扮也更显人物的特征 但是从这次路透途中我们没有看到杨子 但却看到了女二孟子依 在拍摄过程中孟子依也是非常敬业的 虽然吊着威亚 但孟子依依然体态比挺 在途中手部动作的切换 以及眼神的变动也都非常到位 我们从网上的评分来看 其实孟子依的颜值更具上风 现在在沉香如蟹中的路透图来看 她的状态也是非常好的 这不得不让人为杨子忧愁了 但我们从沉香如蟹的剧组照片来看 杨子的扮相也是非常出众的 盘发加上丝带 让她更添几分自然美 再加上 在剧中更能俘获人心的无意识演技 早前在香蜜沉沉浸如霜中 杨子就依附几场哭泣而出圈了 而这次在沉香如蟹中也有哭泣 相信能再一次让我们看到杨子的演技